好那今天的主题呢是一个很清透的一个韩戏橘色调的一个妆容 好那我今天会用到的是这一个Zelens的粉底液 那这一个粉底呢是我看到很多博主都在推荐的 就感觉它画出来的底妆呢都是很自然偏向素颜挂的那种妆容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瓶子做得很好 就是是玻璃的就很有质感 它是这种粉霜质地的 然后它的质地呢是很滑像奶油一样的这种 而且很好推开 好那像这种奶油质地的粉底液 我们最好最好就是把它均匀的用手指涂在我们的脸上 然后我们采用拍打和按压的方式上妆 就可以让我们的底妆非常非常的服贴我们的肌肤 好那大家看一下这两边的对比 这边呢就是很自然的提亮了我们的皮肤 然后它的遮瑕度呢我觉得也不错 就是很明显这边的黑眼圈比这边会深一点 好那这一个粉底液呢它的色调蛮正的 就不会有很假白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们近看的话呢眼下和嘴角这边呢都完全不会有卡粉的这个问题 好那就是我上了全脸的一个效果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这种奶油肌妆效 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偏向于这种比较自然的妆感的话呢 我还蛮推荐你们入手这一个粉底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上遮瑕 我用的是这一个还蛮小众的一个品牌 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分享的 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回来试一下 其实我脸上的瑕疵呢并不会到非常多 我重点遮瑕都是在黑眼圈的部分而已 那我们用一把刷子然后沾一点 这一个遮瑕其实它蛮好用的 可是上妆可能几个小时过后呢 它就会变得有点干 皮肤本来就干的宝贝 我觉得还是不要购买会比较好一点 我黑眼圈真的太可怕了 仙女们记得不要熬夜 OK现在我们来换眉毛 我和你们说我已经就是约了一个新的纹眉师 我想要去改一下我的眉型 也顺便改一下眉毛的颜色 因为我之前去纹的这一个呢 它好像用的颜料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的眉毛呢现在颜色呢是有点泛红的 所以我需要去改一下会比较好看 可是因为碰上疫情 然后我的家里纹眉那里有点远 所以我可能短期内是没办法改掉我的眉毛了 太伤心了 每次还没画眼妆先完成眉毛的时候 都会感觉整个脸特别的怪 可是没关系我们马上要上眼妆了 OK那今天呢我要来画一个有点橘调色的眼影 那我们今天会用的是完美日记的这个老虎盘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有多崩溃 这两颗已经碎掉了 打底的话呢就是用盘里最浅的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我觉得完美日记的彩妆其实还蛮适合新手 OK那我们会用这一个颜色 在镜头里感觉有点粉 其实它不是一个粉色 它是一个橘色 OK然后这边也要上一点哦 好现在呢我们用这一个橘色 哦这一个颜色就挺上色的 然后要拿一把比较风松的这种刷子 来给它运软一下 然后会把小的刷子沾取一样的颜色 我们画下颜颜 OK那现在呢我们用这种刷子 用这一个颜色 我们要来画一个微微的眼线 OK现在呢我要来用这一个 我看到蛮多博主推荐的巴贝拉眼线笔 然后它的这一个质感真的超级好 我和你们说这一个包装 就是有点金属的这种感觉 我非常喜欢 就很有重量的那种 好然后我们来测一下它的束滑度 我觉得蛮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眼线笔有经验到我 因为它真的还蛮好用的 你们看我眼线是不是超好看 夹睫毛时间到 好那今天的睫毛膏呢是这一个too face的 这一个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刷头太大了 所以就是很容易不小心会刷成苍蝇腿 那下睫毛的话呢我就用这一个完美日记的 因为它刷头很小 有没有和我一样同款没有下睫毛的姐妹 太惨了吗 我真是刷了个寂寞和你们说 OK现在呢要进行一个卧蝉的提亮 我们用的是3C的这个glitter bomb 那我们今天会用这一个颜色 但注意不要下手太重 要不然会人像精神效果 好那我们眼妆的部分就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进行修容 那这一次我会用这一个Y&M的修容 给你们看一下它上面的图案 这是刚刚我试色的时候弄到的 那我会用这两个颜色 那换一把比较大的刷子来给它晕软一下 好那修鼻头很重要的一点 你们一定要横着去扫它 然后扫的时候记得要屏住呼吸 不要把全部粉都吸进去 然后这边呢就给它画一个类似V的形状 把它扫下去 我觉得这一盘也是还蛮适合新手的耶 你们想要试的你们可以去买一下 我还蛮推荐新手买这一盘的 你们看修容多重要 这边完全就是瘦了一圈 然后这边 现在呢我们要来上腮红 用的是这一个很可爱的颜色 3C的 有没有整个人就可爱起来的呢 嗯 没有 一样也是屏住呼吸不要呼吸 高光用的是Stila 哎呀 哎 高光用的是Stila的这一盘 然后我的色号呢是Brilliance 这一个色号 是一个香槟精的这一个颜色 点在鼻尖这边 然后三根这边 OK 那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 那我们用这一个颜色来加深一下 我们用这一个颜色来加深一下 有没有怎么感冰 Add 一型的感觉 我用的是《抗尖中的颜色》 I feel I feel